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京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设计分会理事长魏绍军直言 北京聚焦芯片短板作为产业发展方向 犯了战略错误 未来应将资源投入成熟制成及美国不敏感的领域 这也意味着在美国芯片禁令围堵下 中共只能选择自我阉割 据南华早报报道 北京清华大学教授魏绍军在进日深圳举行的中国机体电路峰会上表示 过去几年 我们越想弥补自己的不足 就越被动 政府资助芯片企业期望改善产业弱点 犯了战略错误 魏绍军直言 中国不应该专注于克服弱点 应该着重地增强自己的优势 新阶段芯片产业战略应考虑改悬一辙 进行全面的调整 将重点转移到成熟制成及不太敏感的领域 避开美国的芯片禁令 而对于媒体日前披露 中共当局将继续豪制一万亿人民币 大脸星 魏绍军则表示已经与他的联系人核实过 没有人讨论过这样的计划 稍早前的12月13日 路透社援引三位消息人士报道 北京当局为了继续支持芯片产业发展 正在制定一项超过一万亿元人民币的支持计划 内容包括补贴和说服优惠 借此达到芯片自己自足目标 反击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 这项计划先前从未被报道过 预计最快在明年第一季实施 不过为了推动芯片产业发展 在习近平的大力推动下 北京当局曾于2014年9月 由多部委出资成立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第一期规模超过1300亿元人民币 第二期于2019年10月成立规模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 但这两期大基金后来出现诸多弊端 包括多名高官在资金运用方面 因为涉嫌违纪违法落马 加上全中国一度有超过10万家芯片设计公司注册成立 试图瓜分北京政策的红利 最终却出现上千家企业烂尾的后果 由于越来越担心中国冠状病毒大爆发后出现危险变异毒株 尤其是中国连日传出感染者出现白肺的病症 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收紧针对中国游客的入境政策 综合报道 欧盟27国29日尚未就应对来自中国旅客入境的防疫措施达成共识 欧盟一个卫生机构表示 没有理由对中国入境旅客采取限制措施 但法国舆论越来越担心中国冠状病毒大爆发后出现危险的变异毒株 因为中国传出感染者出现白肺的病症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他已要求法国政府采取适当措施来保护法国人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法刑社采访的大多数中国人 都对外部世界针对中国采取的卫生措施表示理解 同一天西班牙政府效仿意大利应对中国疫情的做法 宣布在其机场对来自中国的旅行者进行检查 以确保他们没有携带冠状病毒 西班牙卫生大臣达里亚斯 当天在马德里举行的简短新闻发布会上说 西班牙将要求来自中国的旅行者提供阴性证明 或完整的疫苗接种计划 西班牙也成为继意大利之后欧盟第二个对来自中国的入境者 采取防疫检查措施的国家 此外 欧盟卫生专员斯特拉基里亚基德斯 在29日发给各国卫生部长的信中写道 如果出现病毒新变种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欧盟 我们必须尽早发现它 以便做好快速反应的准备 据英国多个传媒30日报道 由于中国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数目急升 英国政府准备宣布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出发前 需要提交病毒阴性检测证明 英国广播公司天空新闻等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指 有关措施属预防性质 而且与英方对中共的疫情数据及疫苗缺乏信心有关 以色列卫生部30日表示 将对来自中国的外国旅客要求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 新就职的以色列卫生部长戴瑞在声明中表示 以色列已决定向外国航空公司下令 仅准许接受有检测阴性证明的外国公民 由中国搭击到以色列 当局已经建议所有公民除非必要应避免前往中国 马来西亚政府当地时间30日表示 包括来自中国的所有乘客都必须接受健康检测 也将采集来自中国航班的污水样本进行检测 韩国总理30日也表示 韩国针对中国疫情限制措施的有效期将至明年2月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9日对路透社表示 随着中国新冠病毒感染人数的激增 该中心正在考虑对国际航班上的废水进行采样 以追踪任何新出现的变异毒株 三名传染病专家告诉路透社 与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本周宣布的新旅行限制相比 这个政策将为追踪病毒和减换其进入美国 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北京当局30日宣布全国两会于明年3月召开 目前中国各地疫情失控 在疫情笼罩全国的情况下 中共并未推迟两会时间引发关注 有分析认为当局已经躺平应对疫情 但不影响习近平的人马急于上位 据官媒报道 第14届中共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 将于明年3月5日在北京召开 全国政协第14届第一次会议 将于明年3月4日在北京召开 此前由于疫情 中共两会日程曾被推迟 会期也被缩短 然而北京并没有因当下的疫情爆发 而推迟明年两会日期 对此有分析认为 中共当局对疫情防控已经躺平 再加上中共高层恰逢换届 习近平安排的人马急需上位 所以不得不在疫情凶猛难料的情况下 召开两会 应染尽染 这已是中共当局一个无奈的防疫策略 至于民生环境恶化到什么程度 并不影响中共完成自己的政治大事 否则也不会拖延到二十大结束 才放弃清零政策 眼下习近平的新班子必须正式上台 才算二十大习的人事布局 有最终结果 2022年即将过去 人民应该记住什么呢 此前党媒《人民日报》微博发起 12句话记住2022吹捧一系列成就 但没有一句涉及民生极苦 与此同时 有网友总结出十条获奖微信 条条一针见血针鞭石壁 有网民感慨说 仿佛活在两个世界 临近最末有网友日前发出十条获奖微信 期间饱含无奈心酸及愤怒之情 一起来关注一下 第一条只有三个数字 54 64 A4 第二条是来自北大教授的一句话 如能抗疫何须抗疫 如不肺炎岂有肺炎 冠装病毒 接下来是 但愿世间无尊友 否则民心两万年 当下社会的主要矛盾是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 与落后的欺骗方式之间的矛盾 不要嘲笑外国领导与病毒共存 人家是问国专家的 也不要指责中国专家坚持清零 人家是问国领导的 人家躺平是慢慢躺下 而我们是被一半子撂倒的 就像拉屎 人家是提前坐在马桶上 把手指准备好开拉 我们一直憋着不让拉 憋呀憋 憋呀憋 脸都憋得通红 但最后还是没憋住 扑吃一下 拉了一裤装 2022年最惊触的一句话 我要亲自抓经济 连失败都失败得如此失败 万万没有想到疫情带来的 报复性消费是冰葬业 给这三年做个总结 专业的事干得扯淡 扯淡的事干得很专业 好事干得千疮百孔 坏事干得天衣无缝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此前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起的 12句话 记住2022 吹捧太空 奥运 女蓝等成就 但没有一句涉及 2022年中共清零政策下的 名声疾苦 导致评论区翻车 网民纷纷随后补上 2022年的个人不正确记忆 点赞最多的评论 依次是 这个世界不要矮了 我们是最后一代 云有头债有主 历史不会忘记你们造的孽 好了 以上是本期望未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